歼20狗斗作战没有机炮很被动 空中作战中航炮作用能有多少 导弹才是最重要的主武器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或是虎妞 关于歼20用不用搭载机炮的话题 一直在网络上遭日益 而目前的主流观点则认为 歼20战斗机根本没有像其他的战机一样 装备23、30毫米航炮 这一点也是引起了持续多年的讨论 有反对者表示 歼20若没有机炮 那么在近距格斗中 难免只能依靠其装备的 两发PL-10近距格斗弹作战 一旦用光将会陷入较为被动的局面 而且持歼20必须装备机炮论点的网友 往往以越南战争美军面临的情况举例 当时因为空空导弹的温室 美国空军认为 美必要为战斗机装备机炮 所以除了海航的战斗机 美空军的战斗机都没有装备航炮 如F-4鬼怪战机 就是只装备了AM-9格斗弹 和AM-7中巨弹 将其作为主武器 然而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 美军战机的空空导弹命中率 和可靠程度并不高 无法达到现在空空导弹的现金水平 所以美军战机搭载的空空导弹 对越南的米格19-21战斗机威胁并不如预期 反而因为没有航炮 被越南空军的战机航炮糊脸 损失惨重 因此美空军后来发展的一系列战机 均是全部带有航炮的 而且全是六管加特林转管炮 比其他国家战机的航炮射速更快 火力投送能力更强 然而这种看法放到今天 实际上也是以几十年前的问题 分析目前的情况 难免有时偏颇 现在的空空导弹技术和可靠性 已经和上世纪六十年代相比 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歼20的PL-15中巨弹 和PL-10近距格斗弹距离 PL-15空空导弹 是我国先议最先进的 主力中巨双脉冲空空导弹 采用了先进的 弹化加相控阵雷达制导头 拥有更远的锁定距离 更强的反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发动机在空中有两次加速主推 加上其超过50G大过载能力 一旦盯住目标 PL-15可在上百公里外 对敌风发起打击 而即便是在市局内 PL-15更具备 能够大理轴发射 满足市局内格斗要求 且在稍远的距离上 远强于近距格斗弹 PL-10则是歼20 在狗斗中的主要武器 近距格斗能力更强 和美军顶尖的AM-9X Block-3空空导弹相比 不相上下 PL-10引导部 使用多重红外成像 制导扫面范围 达到正负90度 能够越间发射 战时歼20飞行员 只需用自己的头盔瞄准器 对准敌方战机 就能够发射导弹 轻松攻击目标 所以说在如今空空导弹 性能先进 战机本身是台感知能力出色 且融入体系作战的情况下 空空导弹完全能够满足 歼20战机的作战需求 因此实则是没有 搭载机炮的必要 而且除了中国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F-35BC战机 也取消了内置机炮 至于针对歼20战机 在空战中导弹打光怎么办的疑问 为什么都在问导弹打完怎么办 怎么不问问航炮打完怎么办 合着无限弹药 无限洒水是吧 导弹打光了不返航 还要架着机炮往上冲 然而在现实中的作战 尤其是空战 狗斗的机会是越来越少的 基本上都是双方战机 依托体系作战 如果敌军真的能满过预警机 陆基雷达 以及卫星探测 悄无声息的来到 五方战斗机的周围 要么是我们整个体系被打崩了 要么就是 对方搞出来完全断代的战机了 在超市局空战中 隐形战机基本上就是空空导弹 打完加力 一开直接润了 都不做纠缠的 当然还有人距离称 G20不装航炮 面对隐形机很吃力 敌方隐形机隐身性能好 G20发现敌方隐形机距离很近 所以马上就要狗斗了 没有航炮会很吃亏的 然而这位朋友可能不知道 G20有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 六个红外传感器 分别内埋于机身四周 让飞行员获得机身周遭 360度探测能力 对于隐形机目标的探测距离 远超视距 发现即可以对其发起超视距打击 总而言之 现在给五代机搭载航炮狗斗 就相当于给狙击枪装刺刀 逻辑上讲就是提高作战能力的下限 可以 但是真没必要